此季长期推动做环保 在双合环保站就有100多位国中生实际体验 在台湾每年至少用掉45亿只宝特瓶 堆叠起来就等于三座101大楼 松山区的慈少到内湖参访大爱感恩科技 实验室的洪博士表示 运用科技有助延续物命 最大的使命就是把我们的回收的宝特瓶 把它回收再次成为一个纺织品 这纺织品还可以用在国际赈灾等等这方面 但一公吨的布料要用100公吨的水才能做成衣服 慈少们也了解到不要用宝特瓶才最好 庄合国中112位的学生在双合环保站体验 原来资源分类要这么仔细 就连录音带的一个小螺丝钉 外壳都要做不同的分类 这个拔起来以后 这个是一个硬胶 我们一起兼化 大家跟着志工的指导 按部就班 环保本事不能说说而已 大一新闻知晓ức 主任美职工 佩配报